增加到118万人 然而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 有信心在年底前 新冠肺炎的疫苗就能够问世 而国务卿蓬佩奥则说 美国手中握有大量的证据 显示病毒就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对于美方的指控 大陆官媒重炮反击 指称是为了大选公然说谎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元数 单月再增加1450元 累计死亡冲破六万七千六百元 而要击败疫情的关键疫苗 总统川普再度信心喊话 川普受罚时强调 他乐见其他国家更快研发出疫苗 但他也点名美国的交生公司 只不过先前交生才表示 目标是定在2021年初 获得疫苗批准 显然川普又将疫苗研发 时间往前移 这看来许多专家眼里十分担忧 川普政府一方面积极寻找 研发疫苗的捷径 同一时间也持续将疫情 救责的对象指向大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称 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冠病毒 出自武汉实验室 甚至由美国媒体爆料 美国情报单位已经掌握大陆 从去年十二月出现首例确诊后 就不断对外引力真相 更到处搜刮囤积各种医疗物资回国 但美国这些说法却遭到大陆官媒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 痛凭蓬佩奥再说谎 只是网路上最近也流传 这张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进行 科学研究的照片 直接所有人在进行蝙蝠研究时 竟然完全没有穿戴防护装备 而相关照片在武汉病毒所网站上已被删除 但原引发不小议论 记者组合报道